在爱门顿第一次买房,同一个价格买新房还是买旧房 新房子的设计更为新颖,更为现代化 能够合理的利用面积来创造出适合我们现代人居住的一个环境 会有新的电器,以及智能也比较节能 保温和保暖性会较高 因此电费也会相对来便宜 因为是全新,所以就不需要担心维修的问题 但投入的价格也会比较高 面积其实是比较小的 那附近的周边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完善 特别像学校啊,或者是服务孩子的这些周边会缺乏一点 买旧房呢,其实相对来说更考验眼光 如果选对了刚刚所讲的有关新房的好处和坏处都能够拥有或避免 其中一个最大头的,也是在我们人为之外的,就是维修的费用 在衡量网所有的因素,最终决定不买新房 新房入住之后18个月内必须要做景观的美化 就是前院后院要给他做好 这个是一笔费用哦 新房的地基下沉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发现有问题是需要补救 爱门顿这边新房大多意味着是新区 新区很多东西都没有建好 感觉新房的支出很多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 不像旧房大建的维修主动权是在我们手上的 选对旧房3到5年不需要去为了维修而烦恼而去计划 可以利用这3-5年的时间来适应爱门顿的生活 购买旧房的时候可以使用google mac来看我们想要的房子 它的周边接到其他的房主 前院是否收拾的整洁 有没有剪草 有没有多余的杂草或者杂物 因为爱门顿的政府对整个城市的容貌是有一定的规划 作为一个房主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城市条例是要去遵守的 一般有做好前院规划的都是年龄比较年长的 比较成熟的 不说他生活优越但至少他平衡的比较好 这个区是治安会比较好 那这个房子以后再售卖出去价格会比较高